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节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702节 老先生在讲课,不但他在学生在侧耳倾听,那些军士也停下了手里的工具,听老先生讲课 他们虽然听不懂老先生在说些什么,但是一点都不妨碍他们对学问的尊敬 那些尖色的句子不断的从那个白发苍苍的头颅中涌现 最后一个字的说了出来,在他们看来,这是有大智慧的人,才能说出这些让自己听不懂的高深的话 凡是听不懂的,都是有学问的表现 金竹先生在这里忙碌,一大队骑兵却在另外的一面山坡上忙碌 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具有破坏力的一群人 拆开坟墓上的木头对他们来说,那并不是难事 战马拖拽着绳子,绳子上有锋利的铁钩 铁钩只要挂在木头上,就会被粗暴的从坟墓上脱离 他们干得非常的顺手,波浪一般的连续不停 这是军武上拆除敌人攻势的标准手法,快速而有效 站在坟墓上挂钩子的人呢,带着猪嘴 敌人杰严禁他们把猪嘴摘下来 只要从工地上下来,他们的猪嘴就会立刻被投进装满烈酒的大缸里 整个人也必须用烈酒擦拭身体 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太阳墓会是如此的庞大 它竟然占据了整个山坡 拖下来的胡阳墓,那已经堆得像山一样高了 这才不过接过去两层而已 据黄鼠说呀,这样的墓料至少还有五层才能看到主要墓室 敌人杰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墓料,皱起了眉头 胡阳树,红柳,苏苏,堪称是楼兰的保护神 那这些人为了建造墓室居然砍伐了如此之多的胡阳树 楼兰如今已经成了一片破败之地 说不定就与他们随便砍伐胡阳墓有关 如今在关中,朝廷已经下了严厉的禁伐令 能用煤炭的地方就要用煤炭 能用枯柴就绝对不能砍树 砍一棵树,栽一棵树 这已经是成为了关中人的日常认知 李二建造万民宫的墓料大部分来自秦岭 这样做自然不是最省钱的办法 但是这样做却是最能保护关中的办法 楼兰人这样胡作非为 难道就不怕招来天罚吗 书院为了督促朝廷通过禁伐令 特意在万民宫做了一个小小的水土流失的试验 两个同样大小的沙盘 沙盘上布满了同样的山市地形 唯一不同的是 一个上面长满了草,一个上面光秃秃的衣片 书院的学生就在万民宫当着皇帝和文武百官的面 拿同样的喷壶往沙盘上浇水 结果很显然 一个沙盘被人造的雨水浇得千疮百孔 山谷里的小河变成了泥塘水 另一个长满了草的沙盘情况却要好得太多了 不但山形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 山谷里的小河虽然高涨却没有多少泥沙留下来 当房玄陵得知这个沙盘里的小河就是黄河的时候 立即奏请皇帝批准这道禁伐令 并且用禁河为何两条河流举了例子 提到了他们上游的山市的不同 给了文武百官和皇帝非常深的印象 皇帝批准了禁伐令 却要书院想办法解决百姓的柴心问题 楼兰人这是在自诩灭亡啊 就算是没有这次的失踪事件 他们一样会被沙子埋掉 低矮的山坡上 积木远望 远处有一大片狐林矗立的沙漠里 有些呢 已经哭死了 那些刺向天空的枯枝 像是一双双 伸向苍天喊冤的臂膀 这样的冤枉还要喊一千年 继续拉 继续扯开 将这些木料全部扯开 我要看看里面到底埋着什么样的高贵的人 老子要将他烧成飞灰 提人杰变得愤怒起来 军士们不明白 这个少年贵官为何会发怒 校尾一招手 立刻就有一队人马加入了清除木料的队伍 木料太多了 忙碌到了晚上也只拨开了四层 夜晚回到楼兰城休息 忙碌一整天 所有人都感觉到非常的疲惫 用过晚饭之后 就钻进帐篷里睡觉了 睡到半夜 那股的风又吹了起来 狗子猛然间坐了起来 观醒了沉睡的敌人节 两人侧着耳朵倾听 今夜的风声里夹杂着人声 这是一种极为悲痛的哭声 夹杂在夜风里非常的明显 当敌人节冲出帐篷的时候 两队骑兵已经打着火把 急速的向墓地包抄了过去 敌人节搬安上马 举敬踪拉住他的马将小声的说 等到有了结果再去 你要是出了事情 你那个小心眼的师父 会把老布活活的折腾死 想起师父对自己拘解的那句 君子不立威强之相 敌人节立刻就从善如流 在地上不断的踱步 等待骑兵刀抄的结果 小子 这就对了 最喜欢你们师徒量 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了 咱们都是有大事要干的人 怎能折损在这种小事情上 如今大堂如日中天 剩是我被大选身手的好时候 依然能有所损伤 小子 记住了 保命第一 你师父一定对你一样有这样的嘱托吧 许敬踪说完话 瞅着黑幽幽的城墙 很自然的站在了狗子的身后 他很担心城墙外面会有一支支弩箭射过来 将他刺杀在这座荒城 狗子无奈的对许敬踪说 您老躲在小子的身后 那没问题 可是您要知道 作为武者 小子定然是咱们三个人里最先被拘杀的对象 到时候 这弩箭过来 小子必然会躲闪的 到时候遭殃的是您 您需要站在小子身侧一步的范围内 这样才是最安全的所在 正在说话的功夫 小铁骑着一匹快马从城门里窜了进来 对许敬踪和敌人杰说 抓到了三个人 都是老头 他们在哭败诅咒 见咱们出来了 想跑 被咱们的骑兵堵了个正招 许敬踪呵呵一笑 指着敌人杰说 小子 楼兰人找到了 现在闯祸了吧 这可不是陛下想要的结果 陛下的目的是想要黑石山 打算在这里铸城屯兵 黑石山口是吐蕃唯一能进入北庭的要道 陛下这个人 我们都清楚 他总想把所有的危险全部扼杀掉 所以在黑石山铸城屯军防备吐蕃 切断北庭和朝廷的联系 吐蕃大象陆东赞 放下狠话说 吐蕃人可以把美女 牛羊 金珠宝贝 贡献给大唐 但是土地不行 还说 土地是他们祖先的尸骨所化 所以黑石山 绝对不会割让给大唐 不过呀 这是你们师徒俩的麻烦 金竹先生啊 是个质朴的人 边君也受够了屈辱 所以现在很麻烦啊 你就是把这三个人 楼兰人给放掉 这当没有这回事也是不成 年轻人办事啊 就是这么毛毛躁躁的 没个下处 那想办法吧 吐蕃和别的国家不一样 他们的领土 咱们的人上不去 想要杀上去 嘿嘿 代价一定很大 好借口啊 飞了 许静宗笑着进了自己的帐篷 老狐狸打定了主意 不掺和进来 他认为敌人节 该有办法才是 敌人节挠挠脑袋 这事啊 确实麻烦 黑石山是土拨人 抢劫这里小国家的要道 怎么可能会双手奉上呢 任由大唐军队 封锁自己的家门口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百姓眼中的皇帝陛下 和朝臣眼中的皇帝陛下 啊 截然不同 在他们眼中 皇帝陛下是仁慈的 善良的 最知道体恤 农人辛苦的一位帝王 他不但截二连三的减少农税 有的时候 还要给农夫一些必要的补贴 这样的帝王千古罕见呢 那些成群结队去长安 接见皇帝的乡老 和长者眼中的皇帝是节俭的 和蔼的 总是非常欢迎他们的到来 坐在万民宫用餐 这对他们来说 就是无上的荣耀 吃的什么不知道 只记得那个威严的男子 大笑着不断劝酒 只记得那个母仪天下的女人 给他们安排了美妙绝伦的歌舞 怎么出的皇宫 他们也不知道 脚底下软绵绵的 浑身都被醇厚的玉酒浸透了 从里到外 散发着浓重的酒香 这辈子值了 尤其是想到 自己和同样白发苍苍的宰相 站在店外拱手相送的场景 汗如雨下 泪也沾满了一劲 云叶也是进宫参加酒宴的 不过他和一帮的女婿 还是那样不受待见 偏店里冷冷清清的 大家好像都有心事 一个个低着头 喝着自己的酒 很少说话 云叶端着酒壶 站在偏店 看那些被送走的乡老 心里感叹的不行 张孙冲凑到身后 小声的说 如何呀 这些人呢 可以拉去店路了 虫子 你信不信 现在拉他们去店路 他们呢 也是心甘情愿 毫无怨言 说不定 还会嘱咐子孙 他们店完了 让子孙接着店呢 云叶大大的喝了一口酒 小声的回答 太漂亮了 一句万民宫乃是天下万民的殿堂 就收尽天下百姓的心 从此大唐再无百姓 皆干之忧 你看着 以后总会有陛下的这些穷亲戚过来 他们或者背着一口袋粮食 或者带着两只鸡 就能来万民宫混一顿吃喝 我们带着珍贵的礼物过来 只能在偏店喝风 张孙冲的话 带着无穷的愤懒 知道他有怨气 皇帝现在呢 把自己的礼遇全都给了百姓 今年例行的次宴都被这些香巴佬所取代了 让他非常的不满 云叶笑着拍拍长孙冲的兼备说 举一个最朴素的例子吧 冲子 谁会给已经养肥吃饱的鸡 再多喂一把粮食啊 长孙冲遗憾的摇着头说 你倒是获得了重用 这帝国的北庭 今后就会在你的掌控之下 欣欣向荣 已是可以预期的事 我们只能在长安混吃等死 天山月 难得一见啊 你一个银青光露大夫 有必要羡慕我这个北庭都护府的大将军吗 我是要去吃沙子的 那里的情形一日三变 去了那里就等于一屁股坐到火山口上了 就这你还羡慕 长孙冲摇摇头说 北庭是大唐唯一有可能爆发大战的地域 也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好地方 只要你能在北庭站稳脚跟 并且将大唐的边境县北夷西进 云家百年之内就能躺在这个功劳部上混吃等死了 云叶白了长孙冲一言道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混吃等死啊 云叶揪住长孙冲的衣领子 低声的咆哮道 你这个混蛋到底是怎么想的 老子需要去北庭苦熬几年 然后再和无数不知道的敌人血战 活干的比驴都多 那才能混到你说的混吃等死的最高境界 而你现在就开始了混吃等死的幸福生活 就这你还羡慕我 那头被驴踢了 长孙冲眨巴着眼睛一时没反应过来 按照字面上啊 确实可以这么理解 可是心里面总觉得 这哪里不对劲呢 大大的不对劲啊 没时间多想 皇后过来了 他已经招待完了那群公主 这才想起啊 还有一群驸马都尉需要安抚呢 这才带着一大群的爪牙 前呼后拥的赶了过来 高阳怀里抱着一个墙宝 走路根本就不看地 眼睛已经长到脑门上去了 这和一只刚刚下过一颗蛋的母鸡 非常的神似 长孙冲的老婆李立志 一脸的黯然走在最后 同样黯然的还有很多公主 包括可怜的兰玲 她也没孩子 刚才那些乡老离开的时候 你们为何不知道去送送啊 陛下没有告知 你们就没有一点作为晚辈的自觉吗 房清杜清那样的老人都去了 就你们没动静 礼仪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 长孙一来就开骂 这个不好计较 至少云叶是这么想的 和一个入戏太深的女人 实在是没办法说道理 这里是皇宫 一言一行皆有法度 不是邻居过来串门 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再看她脸色涂红 就知道喝了不少的酒 一爱 你看看小房儿 她刚才在吐泡泡 高阳娇声的呼唤她的丈夫 她这是准备把险辈进行到底 丝毫不顾常乐他们越发的难看的面孔 当一爱明显对自己的孩儿啊 疼爱到了骨子里 尴尬的朝别的兄弟攻攻手 就赶紧过去 先该抢跑 看自己的儿子是如何的 跟老鳖一样的吐泡泡 长孙看了一眼高阳 却没有训斥 这是赤裸裸的偏心 云也不在乎 自己有三个胖儿子 自然高枕无忧 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的看看长孙冲 他们的黑脸也不错 长孙过来根本就不是来安抚这些女婿的 而是过来责问 为何自己的外孙如此之少 子孙传承在大唐向来都是大事 也是评判夫妇是否和谐的一个重要标志 长孙母一天下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呢 就是调和阴阳 子孙繁衍正是他该管的 所以那些没有子嗣的女婿 只能低垂下头 听长孙的训斥 在皇宫里挨了一整天的梦 女婿们就差点写保重书 保证明年一定生出个娃来 长孙才放过这些可怜的人 出宫的时候 云叶看着长孙冲和李立志黯然的面旁 不由的出言道 别人暗淡一下也就是了 你俩暗淡什么呀 这话一出 李立志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她原本呢 是最受宠的一个女儿 不管心性还是容貌 都是上上之选 如今在子嗣一世上 却受尽了磨难 汤药啊 喝了不少 但是丝毫不见动静 长孙冲有些烦躁的说 老天爷不给 我们有什么办法 那神啊 你们是姑表亲的 亲亲的姑表亲的 长孙伯伯和皇后娘娘 一母同胞 这立志又是皇后娘娘的嫡女 这种情形之下 你们要什么孩子呀 韩哲你知道吧 你们的血脉再进一步就成塌了 还敢提什么孩子 这样最好 闲得没事啊 去书院看看书 先理清这宗族血脉之后 再论其他的 云烈在摇头 皇家嫁女 首先考虑的就是 下嫁的对象啊 是不是值得拉拢 然后考虑的是血脉同化问题 至于他们是不是合适 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外甥女 加舅舅的都有 皇家乱糟糟的关系 理不清楚 想要理清楚 需要书院专门成立一个宗族学 呃 云烈的心思也不在这上面 二月过后呢 自己就要远赴北庭了 皇家喜欢生傻孩子 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有这功夫 不如教自己的儿子 画乌龟才是正事 这是家传的本事 可不敢丢掉了 儿子 你看啊 这乌龟啊 呃 你一定要画的生度 才能显得憨态可惧 画成这鹰钩嘴 这就不合适了 虽然这样的乌龟啊 也有 可是看起来阴森森的 就失去了吉祥图的本意啊 云烈站在云寿身后 见儿子心不在焉的 就出言提醒 爹爹 您这次出去 能不能把孩子也带去啊 云寿放下手里的笔 小声的问父亲 自从爹爹回来 他才感受到了一丝轻松 只要跟在爹爹身边的 李燕荣就不敢过来 小五呢 也会恢复成那个温婉可人的好闺女 母亲也不再唠叨自己了 总之好处多多 如果爹爹去的不是北亭 带上你也无妨 男孩子早点出去见见世面呢 也不是坏事 可是爹爹要去北亭 那个地方对你来说太严酷 你只有长到十五岁以后 才能去那里见识一下 大地的辽阔和雄浑 青天白云下 只有你自己 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感受 一言为定 云寿居然伸出手掌 和父亲击掌盟视 云叶笑着伸出了手掌 按照云寿的要求 连击了三下 这孩子知道自己现在出不去 故意对父亲耍心眼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